崔勇一元不再声讨冯孝刚?12字暗示真实想法,网友担心你的安危? 手机二开拍之后,就热怒了崔勇一元,原因就是手机映射了他的人生,给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,矛头直至冯孝刚和刘振云在爆出娱乐圈存在阴阳合同这种现象之后,崔勇一元因为手务,没有图掉演员的名字,而致使范冰冰也受到了牵连 崔勇一元不再声讨冯孝刚?12字暗示真实想法,网友担心你的安危? 紧接着,崔勇一元爆出了一对演员夫妇的天价合同,涉及金额7.5亿,网友们根据崔勇一元提供的线索,猜测是杨子和黄胜一夫妇,在采访的过程中,崔勇一元表示,卷走7.5亿的人,托人带话,说要废掉我 随后杨子公开声明,犯话的另有其人并没有威胁崔老师 并且崔勇一元还表示,除此以外,其他人的合起来一百亿都不止,巨大的利益一链背后,牵扯的人越来越多,崔勇一元让他们遭到损失,肯定会遭到他人的报复 在诸多采访中,崔勇一元谈言,不想让家人受到牵连,他们是无辜的,告诉女儿,闺女你出出,静静地小心一点 现在崔勇一元女儿的微博被爬出,遭到了语言上的攻击,崔勇一元这样形容,乌原汇语,脏得压 在今日6月7日,也就是学生们高考的日子,崔勇一元发生了,这一次没有声讨冯小刚等人,而是送上了祝福 在微博中说了12个字,耐人寻味,我祝所有考生都能考上一本,似乎是在暗示自己的真实想法 为了无辜的家人,为了美好的明天,想要放弃这场斗争 很多网友可能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,向崔勇一元喊话,我有点儿担心你的安全问题了 此时的你期望崔勇一元怎么做,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,还是保护家人的安全,让家人不受侵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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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